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华为P60系列不出意外 将会在2023年第一季度正式发布 作为华为旗下唯二两款旗舰机型产品系列 华为P60系列备受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盘盘关于华为P60系列 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华为P60系列四款机型 根据目前信息 以及华为Mate 50系列的惯例来看 华为P60系列一共有四款机型 华为P601、华为P60、华为P60 Pro 以及一款可能的华为P60 Ultra机型 类似于华为Mate 50RS版 外观设计非常别致 根据目前曝光的信息 华为P60系列在后摄设计上会显得与众不同 其背部Deco虽然依旧采用的是常规的举星 但是和其他手机追求摄像头等大 秩序排列不同的是 华为P60系列中间 那颗镜头的直径非常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Deco一半左右的空间 这样的设计在当下手机市场中是比较罕见的 同时也可能不是那么令人很好接受 不过根据惯例来看 华为手机的真机都要比渲染图更好看一些 另外有数码博主还曝光了一张 华为P60 Ultra的背部外观图 相比于标准版和Pro其背部原型中的摄像头数量 从一颗变为两颗 Deco面积也会稍大一些 其他方面变化不大 搭载骁龙8G2处理器 仍是4G手机 华为P60系列除了华为P60一之外 将会搭载高通最新的骁龙8G2处理器 当然了 依然是4G版 仍旧不支持5G网络 想要购买支持5G的华为新机 至少得等到华为Mate60时代才有可能实现 其他方理 这款机型还会服役最新的LPDDR5X UFS4.0闪存等配套配置 不过根据目前的信息 华为P60系列除了RTRA版之外 很有可能和华为Mate50系列一样 全系搭载8G运存 当然了得益于鸿蒙OS和HMS 华为在后台软件驻流能力方面 一直都表现不错 硬件是一方面 软件优化同样重要 Pro后市素质略有提升 华为前代P系列华为P50Pro搭载的后摄模组 分别是一枚 IMX766加IMX600加5V64B加5V13B组成的四摄矩阵 而根据目前的爆料 华为P60Pro将会搭载IMX888加IMX858加5V64B这套组合 其中IMX888是IMX800的特别版 底面积仍为1.4分之1英寸 相较于前代的IMX766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幅度不会很大 至于IMX858 这将会是一颗全新的超广角镜头 在2023年很多手机上 大家都会见到这颗Sensor P5小米13 Ultra也会搭载该Sensor 它的传感器面积 大约在1.2英寸左右 主要被用来替代IMX58X系列Sensor 至于OV64B这颗Sensor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红米K60上的那颗注射Sensor 1.2英寸 64MP 另外 华为P60 Pro也将会支持 和华为Mate 50系列一致的可变光圈技术 光圈变化幅度 和华为Mate 50 Pro基本一致 华为P60 Pro这套配置 相较于前代有一定进步 但是也有一定的退步 进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主射方 从IMX766进化为IMX800系列传感器 底面积进一步增大 这也是目前华为机型中主射传感器最大的一款 其次是支持可变光圈技术 在拍摄时的可玩度更高了 但是相对的 在超广角镜头的配置上则有所退步 从前代的IMX600 降级为IMX858 总之 华为P系列虽然一直以来 都是手机影像领域的标杆 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原因 其在硬件方面的表现 相比于同时代其他品牌旗舰机型来说 明显差了一个档次 不过在华为490影像加持下 还有一战之力 搭载2K柔性曲面屏 根据目前曝光的数据 华为P60 Pro将会搭载 来自BL1 2K柔性曲面屏 支持1920赫兹高频PWi 调光 PPi也有望达到510以上 总之 华为P60这一次在屏幕素质上 相较于前代会有明显的提升 支持卫星通信功能 在华为Mate50上 被称为捅破天的卫星通化技术 在这一代华为P60上也将得到延续 当然了我希望大家永远也用不上 其他细节配置 双扬声器 IP68防尘防水 屏幕指纹 X轴线性马达 红外遥控等等细节配置 华为P60 Pro都将一应俱全 不留遗憾 总的来说 华为已经拿出全部实力 在打造该系列产品 大家可以看出 华为P60尤其是华为P60 Pro 在配置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但是受制于大环境 华为P60 Pro相比于那些其他友商的高端机 PU小米13 Ultra OPPO Find X6系列 在硬件上的差距较为明显 考验华为系统优化能力的时候到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对于P60的设计和配置哪一吗 在一众安卓心机中 华为P60有竞争立马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